尼莎颱風肆虐菲律賓 都市變成泡水城 馬路變水路 交通全面癱瘓之際 卻有一款車殺出重圍 三輪高級摩托車 示範什麼叫 在水中暢行無阻 而一旁行人 只能涉水而過 馬內拉北方的布拉坎省 哈格諾伊市 超狂改裝摩托車 讓司機大轉颱風踩 司機利用金屬條和鋼管 將座椅升到一公尺高 就算每逢颱風避淹水 但有了載客舊親 上班族照樣出勤上班 塞克斯機為了生計出奇招 每趟收取約台幣二十一元 平均每天收入可高達 約台幣兩百七十三元 凡聲音持續盛演 泰國同樣受好與所苦 山區土氏崩塌 風路搶收 普吉島市區淹大水電 加生意泡湯 受災最嚴重的烏問府 水積了一個月後 總算開始退去 汽車涉水而過 就怕突然起火 相較之下 在水中瀟灑前進的 改裝載客摩托車 讓划船載客的船主 都忍不住想多看幾眼 繼續我要慧問 陳思穎報導 陳思穎